五万下手一台露营车 通勤带步旅行都领用 坐卧水电全有 基于V80PLUS的地方挡造 蓝牌C罩就能开 整车长度4米95 宽度1998 高度2424 绿色的车上也是更加的小清新 这个车型是一款前置前去的方式 配备有四个旅客机轮轮 不速能解铲 四个轮胎有个带来台监测 小耳朵的这个镜面 大的镜面是可以电动调节的 搭载2.07的柴油发动机 公寓 100.2千瓦 收支扭矩330楼 匹配6AM器 自动挡的变作箱 主副架也都配备安全气囊 设计的三座 是可以拼成为一张临时床 比如说放个小的重启床垫就可以的 侧面还有两扇外推窗 靠后有咱们的试电充电口 同样配备了一个新领域转接头 全尺寸的备胎 也是安装在几盘下方 尾门对开方式 同样右侧尾门也是装配外推窗 盘装的下方有比较大处的空间 左侧是咱们的快捷取水口 右侧有装配220伏的取决接口 以及检验器的接口 建置舱内部配备有420的链链电池 并且装配有3000瓦的重启兵一体机 同样也是配备倒车雷达 右侧2米5成2米的支扬棚 在中门下方 配备了翻车式的踏步与中门粘动 底盘下方装配的是30寸的挥水箱 其实驾驶室和后果并没有完全隔开 也是相当于一个半关头的方式 那紧急情况 我们也是可以从后果进入了驾驶室 L型的厨房区域 台面仿石木的处理 装配了折叠洗手龙头的洗手盘 盖板可以作为一件事切菜来使用 侧面严整的小装面 50寸的冷冻隐藏 双公主的围架 右侧格兰式的微波楼 25寸便携式的清水箱 整车供给5座 在侧面还装配了吊柜 这个小的手袋带可以平持 在它四方前之内的 两人会客区 中间涅压式的神像桌 座椅的靠背条件角度 也算是非常大的 长度形状 不至于那么累 并且才能的是M1车轨级的座椅 怎么把床板拉伸出来之后 固好床垫 就可以变成一张前后宽度 1米3左右长度 1米2的装扇床 上方12伏的单的明明空调 顶多带照明功能来嵌窗 那急控屏也是在中门上方 出手可及 那冬天来了 现在也是装配了 进口尾巴斯特的柴板 暖风和热水 即用即有 也非常方便 这样的一款小露营车 您感觉懂得了吗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